踝关节支架的目的是在踝关节扭伤和其他轻伤愈合时为踝关节提供支撑和稳定性 踝关节支架用于固定关节 同时对骨骼施加热量和压力 这些在影响脚踝的损伤的康复过程中很常见 由尼龙或绿丁橡胶等印制织物制成 限制脚的活动性 并透过勾环紧固件贴合脚踝 踝关节支架在扭伤和其他轻伤愈合时 为踝关节提供支撑和稳定性 有助于复原过程 互怀由尼龙或绿丁橡胶等印制织物制成 限制脚部的活动性 并透过勾环扣件贴合脚踝 金属条可以包括在脚部中以确保固定 在严重的情况下 会加入金属板以更好的固定关节 互怀由尼龙或绿丁橡胶等印制织物制成 限制脚部的活动性 并透过勾环扣件贴合脚踝 金属条可以包括在脚部中以确保固定 在严重的情况下 会加入金属板以更好的固定关节 踝关节支架用于固定关节 同时对骨骼施加热量和压力 踝关节支架主要分为三种 一 压缩式踝关节支架 这是最常见的踝关节支架类型 旨在为踝关节提供支撑和压缩 尼龙或绿丁橡胶 并有勾环紧固件将支架固定在脚踝周围 二 稳定踝关节支架 这些支架旨在为踝关节提供支撑和稳定性 是的 长时间佩戴脚踝支架存在一些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 一 皮肤刺激 长时间佩戴脚踝护具会导致皮肤刺激 尤其是护具安装不当或材料不透气的情况 二 肿胀 长时间佩戴脚踝支架会导致肿胀 尤其是支架安装不当或材料不透气的情况 一 二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